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个老式长白糕 家庭版的做法 简单一上手 取3个鸡蛋,将蛋清蛋黄分离 在蛋黄里加入25克清水 30克玉米油 20克细砂糖 充分混合均匀 再筛入40克低筋面粉 1.5克泡打粉 一起煞热到蛋黄糊中 再次行搅拌均匀 接着来打发蛋清 先滴入几滴柠檬汁去腥 分两次加入40克细砂糖 最后打发至提起打蛋器 可以形成坚挺的弯钩状即可 然后取一半的蛋白霜和蛋黄糊拌匀 步骤有点像戚风 但还是有区别的 上一版的长白糕一般都是全蛋打发 并且要加入蛋糕油还有醋粉 我们家庭执着就赶量一下 拌匀后倒入到剩下的蛋白中 再煞入140克低筋面粉 用虫底向上翻拌的手把拌匀 最后得到的是细腻光滑的面糊 将面糊倒入到表花袋里 带口扎紧 顶端剪个口 将面糊挤入到烤盘中 表面再撒一层白砂糖 送进预设号的烤箱 上下火220度烤10分钟 时间和温度仅供参考 还有根据自家烤箱的脾气来调整 时间到我们的长白糕就烤好了 上下都是软的 如果烤成酥的了 那就是烤老了 非常的松软 这道嘴里是比较瓷式的 口感和上一碗还是有区别的 毕竟插在材料上 但我感觉这样的更香更好吃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坐起来吧 我们明天见 拜拜